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晚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1500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圈 我们立刻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前海军舰长吕李诗 大家好 还有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吴崇涵 贾轩好 各位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浅秋 贾轩好 观众朋友午安 立刻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战事 就是乌乌俄的战事 是不是要持续升级 是不是有更多的人要加入这场战争 是不是和谈越来越遥远呢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个地方 这边泽伦斯基他跟俄罗斯的谈判 他说现在正在艰难的进行当中 连法国都讲说短期之内没有停火的可能性 因为主要是马克宏又跟普清又通上电话 他说现在看起来除了谈判 是没有其他出入 要停火恐怕短期没有可能 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这边 这个普丁现在需要支援 包含了这个美国 北约 他们讲说他们有收到消息 白俄罗斯很快会参战 所以白俄罗斯大概有1.5万人 准备要参与这场战争吗 这个是美国的媒体释放出来的消息 甚至还有说俄军正在招募佣兵 要说纳粹猎人部队 知情者讲说大概几周之后就会抵达乌克兰 他是要从叙利亚这边来招募 这样子伊斯兰国的猎人 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事 俄军这边还持续在增加援军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这边他们讲乌克兰 乌克兰也有转手为攻了 现在在这个赫尔松一带 尤其明显 五角大侠他们是讲说 在赫尔松的近郊 已经有夺回一些领土了 在基辅的西方战略重镇 马卡里夫也成功切断了 这个俄军的包围 所以双方如果战事都还在 持续升温的状态下面 真的要停止这场战争或是和谈 恐怕真的是有一点难度 那现在俄乌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决战的氛围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 是不是现在要比气长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国防高官 他们在讲说 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部队 持续面临到后勤补给的一个问题 甚至还有天寒地动 导致士兵的动伤 而且他们说现在这些油料 或者是一些粮草 恐怕只能再乘三天 那可是对于乌克兰来说 恐怕也是同样的艰困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围城 好多个城市包含了哈尔科夫 苏梅还有马力波这些地方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激战 那现在存粮也大概剩三到四天 所以俄军剩三到四天 这一些城市也剩三到四天 所以胜负就在这几天之内 现在是要比谁的气比较长 可以撑到这三天之后 看是谁可以拿下胜利吗 紧接着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舰长 舰长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俄乌的一个最新战况 如果我们看到最新的这张图 其实好像又没有什么变化 对 没错 现在到底进入的是什么状况 现在进入的是打地鼠 怎么说打地鼠 因为基本上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第一个俄罗斯他的后勤补给有限 同样的乌克兰他的部队 他已经被围困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现在只要乌克兰军队 有什么样的动作 俄罗斯他现在也已经大量的 开始使用无人机 然后做空中募获 募获地面上的目标 如果说我们看最新的画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黑海 我们可以看到黑海 他有一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他从黑海的巡防舰上面 连续射了八颗 这一个地点其实是克里米亚 他的海军基地 他其实就在外海直接发射 他连续发射八枚的巡弋飞弹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 他们进入精准打击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说 诚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俄罗斯他的部队进行军事事务革命 产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做精准打击 事实上是有一点晚 但是有没有做 有做 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来看 现在的基辅的购物中心 基辅的购物中心 他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来讲 这个是购物中心的一个图框 我们可以从右下角 可以看到他下面有非常多的 多管火箭发射车 然后经过募获之后 事实上这是透过无人机的作业 作业完毕之后 发现这个目标之后 然后最后他使用火箭 以及弹道飞弹进行攻击 刚刚是原本的样子 然后现在是被炸成在废墟一样 整个炸成废墟 所以现在德军 对不起 是俄罗斯的军队 他慢慢的有点回神 想到说应该怎么样进行这个作战 其实现在就断圆残壁 为什么说是打地鼠 事实上这个战术 是俄罗斯 他在叙利亚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不要想说 会经过什么很大规模的城镇战 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城镇战的问题太多了 因为每一个大楼 都等于是一个堡垒 都是一个碉堡 进去到底要花多少的人力 我们以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总统府 你觉得要派多少部队进去 才能够把这样的一栋楼 给里面可能有的鬼雷 里面可能有的埋伏 通通一一扩清 一个营都不一定够 那这样子就是不断的消耗 对 那就是乌克兰要的 俄罗斯怎么可能 所以俄罗斯现在就是 我们可以不断的听闻 俄罗斯说某个地区 你只要在什么时间点之下 你放下武器 他可以保证你可以离开 但是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之后 他就认为你在里面的都是兵 都是作战的人员 那他就可以逃脱未来 国际人道法的追溯 所以俄罗斯做这件事 是有深谋远虑的 然后既然你里面都是兵 他就炮轰 他绝对不会进去什么城镇站 他就一栋一栋楼 然后他的坦克就在外面 那个炮火一直打 然后打到你里面的 即使没有那个重弹 事实上你的那个身体 遭受到那个震荡 也是实在是受不了 那我们讲到说 那个刚刚发射 那个巡弋飞弹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这个地点 克里米亚发射导弹 然后事实上来讲 他是如此的进去的 那其他的部分 因为马力波 我们前几天也讲到过 他其实要从海面上进行攻击 那从海面上进行攻击 而且事实上 我们这张图也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现在的问题 都是靠海的这一次 那不管是哈尔科夫 或者是切尼科夫 其实现在他的动向 其实都很慢 因为他其实就是准备要打地鼠 包含了基辅 他也是要打地鼠 可是现在有一个消息 说派了这些本来要拘杀 他这个哲伦司机的 他是从 他是从西边 西边这边要入境 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其实很有疑问 为什么 你是俄罗斯派来的 要特战小组 你真的觉得 他从莫斯科 或从其他地方 坐飞机到这边来 他的证件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被抓到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而且还要通过边界 现在难民都是要出来的 结果你要进去 那你要证明 你是帮乌克兰打仗的 那这怎么作战 他为什么没有直接配合 这些苏梅切尔尼科夫 或者基辅的部队 直接接近基辅 所以这一个 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所以到底是不是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宣传战 如果现在乌克兰打得这么好 现在大家都嘖嘖称奇 很多的媒体 那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内容 其实它是匈牙利日 今日匈牙利 它是匈牙利的一份报纸 很大的报纸 可以用国民当作 当作一份报纸的名称 其实都是很大 他讲了 前乌克兰的 他的一个国会议员 带了这么多钱 一箱一箱的美元跟欧元出逃 那出逃之后 结果在边防 被乌克兰的边防军拦下来 要他什么 要他缴税 那这个钱一共算一算 它是2800万的美金 所以我乘上的是28.5 今天的汇率 然后他带了130万的欧元 那31.5也是今天的汇率 他总共是折合新台币 8亿3895万 这个仗打得这么好 他带这么多钱出去干嘛 对不对 应该是赶快把钱带回国内 然后准备要投入未来的重建 所以这个仗 现在其实两方面 都已经是个僵局 但是能不能撑到最后 等一会我们会继续讨论 他有关于核武的问题 好 紧接着我们来请教一下教授 因为现在当然已经达到了 第28天了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们刚刚在上一张CG里面 也有讲到说 包含了像是这个乌克兰 已经有这个美国方面的消息说 这个乌军已经是转手为攻了 但是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拜登也要去了 所以他们赶快有一些好消息出来 好像迎接拜登来 然后这样的消息 感觉上面比较可以提振一下 乌军的士气 但是这个面向讲起来 好像对于俄罗斯来说 对于乌克兰来说 其实现在都只剩下三四天 十分的胶着 那这时候这个拜登来 究竟是用意为何 要让这场战争继续 还是说让这场战争结束呢 志祥 不管是报纸媒体报载 这个俄罗斯的军粮 粮食可能是 剩下大概三四天 补给有问题 或者是说 这个泽伦斯基他们乌克兰 也是三四天的存粮 我们这回 还是要有抱持怀疑的态度 毕竟这个消息我们还是要确认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他们两方打到目前打都非常 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不长不短 这已经是一个边界 临界点在这边 往下打他们就要用撑 不然就要结束 但目前看起来没有结束的可能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他没有结束的可能 但是他接下来要什么 就大家的援助 所谓联盟的帮助 我一直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泽伦斯基讲 他说什么 我们持续在不同层面努力 确保俄罗斯停止 残暴的战争 所以他希望再把其他人都拉进来 所以他接下来要跟北约 什么发表演说 他之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动容 让美国议员都起立鼓掌 他接下来要准备一篇 让北约动容的文章 让北约能真正的 不断的支持他 武器也好 经济援助也好 继续支持他 让他可以继续这样撑下去 对外的援助非常重要 外面的援助非常重要 如果他没有外面援助 他撑不下去 普丁也是一样 他甚至有一说 白俄罗斯也要很快来参战 这个不得了 这是俄罗斯加白俄罗斯 他是一个联盟 整个带一个新的国家进来打 那是不一样的情境 假如白俄罗斯 我今天讲假如 白俄罗斯加进来打的话 那就是变了两个参战国打乌克兰 那就是联盟 我们讲什么是联盟 我们当时要学国际关系 联盟的意义不是说 我们只是组个联盟 大家一起打 不是 联盟是增强自己的实力 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他有嚇阻的功能 没错 但他最主要是 当你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 你要aggregate the power 让你的实力更强 普丁现在 他打到现在有点打不下去 我们刚才讲的 不管三四天的存粮 或者不知道几天存粮 我们不知道 就算他有很多的存粮 但他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他就打不下去了 打不进去了 或者他正在慢慢 慢慢玩进去也有可能 但是他现在如果需要 白俄罗斯代表什么 他要更强的武力 更强的资源 来完成他心中的战争的结果 这是有可能 假如他真的今天是 一定要鱼死网破 不打 结果他事不罢休 白俄罗斯是有可能进来 毕竟我们前几天在看运动场 有人民众穿的什么 他们要恢复俄罗斯的光荣 白俄罗斯 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 连摩尔多瓦都能算进去 他们成立是一个大俄罗斯的感觉 白俄罗斯会不会进来 如果白俄罗斯加进来 北约呢 北约会不会遇到更强的 更大的危机 跟所谓威胁在这边 这点是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战争 它是不是现在从一个有限度 我讲这个limited war 它就是像有限度 本来应该是有限度的战争 有人说冲突 但我说已经是战争 因为它死超过一千人 我们在玩定义战争跟冲突的时候 大概死一千人以上 历史上都称为它的战争 它如果是一个战争 有限战争 会变成一个全面战争 接下来这几天四个关键 特别是拜登到北约发表演说 或是他应该发表演说 或是他要去谈 谈要谈什么东西 我们要看接下来它整个走向 所以现在如果接下来三四天 等于说对于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都已经是逼到一个尽头了 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 那这场战争三四天之后就要见分晓 那这个事情真的 我们可以期待说 拜登来让这个事情有所转还吗 当然我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我综合大家的资讯判断下来 我并不这么乐观 还有当然从很多媒体上面的观察角度来说 恐怕这个还没完没了 为什么 你看拜登要去北约的这个行为 已经是反反复复一下子说要去 一下子说不要去 现在又说要去了 那当时说不去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 是在两边谈判说露出曙光 可能这一两礼拜 我们和平嫌疑就要签订了 有机会要成功了 我们要停战的时候 拜登不去了 那现在在这个普京又喊出来说 我们不见面了 表示我谈出来开出来的条件 现在没在谈 因为责任司机既然公开说 如果我们谈出来这些条件 也必须要我回去跟人民公投之后才能决定 那去拿找人公投 找谁公投 那表示大家推特上公投吗 表示这个是根本谈不下去 既然割让土地等等这些主权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 好这个时候拜登又要去 我只是从这些资讯跟时间点来判断 这显然其实美国只是希望 大量的在增援你各种武器 各种资源 让你继续打下去 继续抗战下去 并没有希望他赶快停止 所以这个时间点再去北约 我看泽伦斯基其实从无到有 从旁边或身边没人 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 到现在 他已经发挥了最大最大的影响力 从无到有到美国国会演讲过了 英国国会演讲过了 每个人都起立鼓掌 现在到北约去演讲 预计一定会很让你感动动容 起立鼓掌 甚至他的绿感染T恤什么十字T恤的标志 也成为新的品牌概念 据说连马克宏那个胡渣 什么绿色的服装都要被说是学他的 可是这个英雄的外交手法 用喊话的社群的舆论的手法 对于美国的制约跟影响 跟欧美国家交朋友的这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恐怕要得到走到极限了 因为这个底牌已经很清楚 这些国家给他的帮助永远都只有武器 那顶多帮你照顾一下人民 你的难民这些资源 那国家里头呢 里头真正的需要是赶快促进和平这件事情 显然美国至少是不乐见 欧洲也许损伤比较大 还希望能够促成 但目前真的从这些外在所有条件里面 我们都必须形容 哲伦之一说不定现在真的只是配角了 为什么说是配角 因为他的决定权 如果人民都把紧急命令的决定权 交到你手上 选你出来 你要帮我们做出最明智的判断的时候 你却不敢 你还要等公投 为什么 因为怕一戏又从英雄变狗熊 投降了的话 或者是真的割让土地的话 或是有任何让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条件 而使得停战 反而造成他又要变回狗熊的原型了 或者是西方后面的国家 在后面跟他说 这些条件我没办法支持你 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在那边扛着 那么最惨的是谁 当然是乌克兰的人民 所以这个剧本往下走 要让泽伦斯基继续维持英雄的角色 又不可能让人民不损伤 那只有硬打硬打 更多的武器精良运进来的结果 逼到如果最坏最坏 真的是如美国的情志当然所说的 或是拜登所说的 真的用起了小规模的核子武器的时候 如果连俄罗斯方面都已经这样讲 不排除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狗熊了 或者是说他如果真的英勇战死 还真的是英雄 否则大家都说 他现在目前是全球最安全的人 真的要暗杀他 现在战争到这个阶段 恐怕已经不必要了 只是真的我们从舆论战的力量来看 觉得泽伦斯基真的已经发挥到极限了 但也没有办法再争取更多欧美国家 给他更多的实质的和平 有帮助的支持 所以反过来真的是问一句 如果说这个普丁真的要把这场战继续打下去 那西方国家是不是有智慧 让这场战赶快结束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